好 現在我們就用 剛剛那個 我是用反射係數 total impedance 來算 現在我們用 書上給我們的公司來算 書上給我們的公司 圖9-23a 就是從A圖 我們現在就是看 從A圖開始 這些數據我們都有了 對不對 這是A圖 這些數據 這是它給我們的數據 然後我們求這個 VM Z0 V0 VG 就是這個 它這個VG Facial form就是V0 Z0 ZG 它沒有內組 就是0 所以這個就變成什麼 Z0 Z0 越來越大 就是V0 然後這個 VG over Z0 加 ZG 這個是V0 福特 Z0 是0 那它就變成這個 好 這兩個都求出來 這可以將來求電壓的時候用 這個求電流的時候用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東西求出來 因為裡頭有一點點 因為裡頭有一個像這個 Z等於L-Z' Z0 加碼是等於Gbeta Lemina L 是四分之一破長 減掉Z0 Z1 減掉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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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1 減掉Z1 就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等于什么 负J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 这个是等于这个字 然后Gamma 就公式里头的Gamma Gamma就等于负载的 负载处的 它的反射系数 因为这是matched 你就知道这是零了 这个是Z零 ZG GammaG 你把这个换成ZG ZG ZG是零 零 所以这就变成负一 现在都有了 先求VZ prime 你把这些数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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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带到这个地方 求Z prime处的电压 这个我们求出来过的字 带到这里去 VZ prime 等于V0 这是它的公式 因为它是一个电视波match 就等于没有反射 像Z的正方向 去了 传播去了 这个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是V0 因为它的Facial form 就是V0 Fu J beta 1 LG 这个 我们算算看这个值 因为第一项有这个值 这个值 β是这个 L是四分之Lamna 这个就变成J Fu J 二分之π次方 Exponential 那这等于Fu J 所以 VZ0 等于零 这个地方 它就是V0 乘上这是零 就算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它 Fu J Fu J 然后这里 这里 我们知道 Gamma 是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就是E 就等于这个 所以 它的瞬间值 就等于这个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取十数 等于这个 所以 V 乘上四分之一 波长 V 在四分之一 波长 处 现在就是把 这个Z 变成四分之一 波长 这四分之一 波长 这也是四分之一 波长 这后面这个 还是 还是等于E 这就等于 Exponential 零 脂肪 就是E 就是这个值 I 它的瞬间值 就是这个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脂肪 那就等于V0 扩散 Omega t 第一阶段 求电流 电流 这个是标准式子 它的正幅是这个 然后 这个等于0的话 还是V0 这都不管 这个二分之π 这个四分之两 这Z prong是0 那这个就变成 Exponential 负 二分之π 负J 二分之π 那就是负J 好 瞬间值 这个值 乘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实数 就是这个 取实数 这个取实数是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 cos omega t 加上J sin omega t J 乘J 乘乘的正 3 这个 好 I 四分之 Lamina 这个 这个大概 我刚刚 这应该是在这里算的 这应该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算出来 这是零 OK 现在我们算四分之Lamina 好 四分之Lamina 是等于这个值 你把这个 Z用四分之一Lamina 带进去 那 Exponential 就是零次方 就是这个 那 它的 瞬间值 把这个成长 把这个成长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取实数 V0 over Z0 cos omega t 成长A 由 由 现在 我们由这个B图来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Z是无穷大 所以 这个地方呢 也是无穷大 这个地方 二分之Lamina 然后等于 Z Z prime等于零处的 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地方的 这个 电压 这个电压 你这里是 再说半波转换式 变换 就是 这些东西是半波 你这里是 无穷大 无穷大 半波就是 这里也是无穷大 你这里是多少 它就多少 所以半波也是无穷大 所以前半段的 传输线在Z 就是在这个地方 总组抗 就是无穷大跟Z0的 并连 就等于Z0 所以 这一段 你多了这一段 对于前面一段来讲 没有差 因为这里还是Z0 还是Z0 所以跟前面一样 这个 对 前半段传输线呢 跟A2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在Z' 等于0 这个地方 Z'等于0 就是Z' 等于2分之Lamna 这个地方的电压呢 就是等于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压 所以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是负JV0 所以它的瞬间电压 就是这个 乘上 Exponential 就是Omega T之分 取十数 取十数 它就是这个字 后半段的传输线 它的等效电路 我们只看后半段 因为前面这个跟 跟第一段一样 所以它 输入的这个 讯号 它的段路电压 也是这个字 然后 这个就是后半段的 后半段的数据 Z' G'是0 Z' L' 无穷大 L' 是2分之Lamna 次方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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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的 Facial Form 是对于这个 你看你这个值 成Exponential G' Omega T之分 取十数 就是它 我们再算这个 Z换成 L-Z'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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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Pi over Lamina,L是二分之Lamina,二分之一破长。 Z-Prom,我们看看你在哪里,就是用哪。 然后,两倍的这个Z-Prom,记得J2, 二Pi over Lamina,是Z-Prom。 那这个乘起来就是-J4Pi over Lamina,乘Z-Prom。 好,这个。 当Z-Prom是等于L的时候,L就是二分之Lamina, 这个是二分之Lamina的时候,是这个值。 二跟二约到这个,有个二。 Pi,Exponential,负,J2π次方,这就是等于1。 然后,GammaG,因为这个是0,就是负1。 GammaL,这个是无穷大,等于正1。 GammaG,现在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求出来。 VG,这个。 Z0,ZG是0,等于这个值。 然后,这个也算出来,VG,Z0,等于这个值。 这两个都有了,现在我们就给代公式。 这是我们前面算出来的值。 在这个,VZ-Prom任意位置的时候,它的电压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值带进去。 这个等于负JV0,负,Gamma就是贝塔, 2π over Jβ,2π over Lamina。 那Z等于L,负,Z0,Z0,Z0。 L是2分之2,Z0。 看看Z0,你的尿球哪里嘛。 这个,这个是1。 这是负1,我带到这个里头去。 L,这个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这个是2分之Lamina,算出来了。 就是,这个值,这个就等于1了。 这我们刚刚算出来了,是1。 好,这个,4值。 你把这个算出来。 因为这个是什么? 1加1等于2,2拿出来。 1加这个值。 这是Z0等于任意值的时候,它的电压是这个。 I,电流,Z0,double pram的电流,你就带这个式子,把这个带进去。 其他这个,这是负的而已了。 负的而已。 这是负的而已。 其他都一样。 所以它是等于1。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刚刚那个算出来。 把Z0等于0,带进去。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你把前面那个Z0等于0带进去。 它就是JV0,称这个。 然后取实数就是V0,sinωt之方。 在2分之Lamina这个地方,它就等于这个,是等于这个值。 你把这个算出来。 这是0了。 Exponential 0之方就是1。 1,就是这个标写了,就是这个。 然后1加,这也是1。 Lamina约达,这个约达2π。 Exponential负,这2π就是1。 这个呢,你也带这个式子。 这里是用减的。 所以它是变成0。 1加1等0。 从这里你就知道它的这个,这个位置的功率就是0。 V0π,V double,这个刚刚。 这是,这是0。 0。 这个,我后来插上去,所以它最后出现。 你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是0。 好,这个是2跟2月的。 0。 这是Exponential,Jπ。 Exponential,Jπ。 那就等于 Exponential,Jπ。 这个等于负1,负负的正。 就等于正解。 I是0。 因为在这里,Z,你带这个公司带进去。 它后面是1减的,所以这是0。 好,这些都有了。 我们就可以抽出V,在2分子,拍这个地方,它的瞬间值。 你把这个phacial form,成Exponential,Jπ。 我们一个T字方,这个带进去,去十组,就是这个字。 好,在这个地方,Lamina,Double Brom,的2分子Lamina,它是电流。 你就把这个,乘上这个。 因为这个是0,所以整个就是0了。 好,把这些地方的瞬间电压,跟瞬间电流。 我们重写一下,前面求出来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现在就可以求它的,这处的瞬时功率。 这瞬时功率,就等于这两个。 V,这V乘上这个I。 V是这个,I是0,就是0了。 然后0处的,V0plus这个处的,它就是这个字。 好,这个是V0minus,这是I0。 然后乘起来,就是V0平方overZ0,3平方OmegaD。 跟我们第一种方法求出来的完全一样。 好,你把这两个带进去。 这个地方的电压,瞬间电压, 瞬间电压,跟这个地方的瞬间电压, 带进去。 呈出来,power就是这么多瓦特。 0处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是零,I是零,所以它的power就是零。 二分之一,Lamina地方的,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电流是零,所以它也是零。 那我们就是,这个题目,我们就是用两个方法,把它做出来。 第一个,我们是用反射习俗,跟种族抗。 第二个是用书上的公式来做。 OK,那么希望我们同学,你两种方法都学一下。 好,现在我们看立题诗义。 有一段无耗符传输线,单位传长度的电感速是这个。 电波在线上的传播速度知道了。 220个meter per microsecond。 现在要求单位传输的电容C,特性主抗Z0。 如果线端的负载,它是纯电主,求它的反射习俗,还有穿射习俗。 先汇出,这个图,这个图就像这个,就像这个样子。 OK,加低线长是L,这个是电主,不是,这个是负载的电主。 负载电主。 好,那么传播速度是这个,特性主抗是Z0,所以它是无耗笋的,无耗笋传输线。 它也没有告诉我们ZG等于多少。 我们假定ZG,假定这个是ZG。 我们现在由V要等于根号LC分之一。 ZG,它这就相当于我们平面电视波的mu-ipsu,看更好。 好,Z呢,两边都平方,Z就等于这个字。 V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这是micro second。 好,L告诉我们了。 然后这个算出来是82.6个picoferron per meter。 picoferron per meter。 C就求出来,从这个式子得出来。 现在要求Z0,Z0就等于L over C,L有了,C也有了。 那这里是picoferron per meter。 我们这里就是乘12次方,ferron per meter。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是55个欧姆。 γ0这里,这个是100欧姆。 它等于Z0,0出的Z。 就是这个地方的impedence,减造特性主抗。 你把这个画一画,欧姆都约掉了,没有单位了。 它就变成0.29。 这个地方的反射习书是0.29。 穿色习书呢? 我们就可以用1减γ带进去。 1减0.29,这是0.71。 好,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题目。 好,我们再看这个。 第十二个例题。 有一段5号笋的传输线。 它的Omega是1Gigaradient per second。 它的运作。 运作的这个frequency。 好,特性主抗是60欧姆。 所以这也是一个5号笋的传输线。 项长速是这个值。 线端是100欧姆的电阻, 跟12.5pF的电容并联的。 这两个,一个电阻跟电容并联所成的一个负载。 现在第一个要求单位长度的电感。 这个传输线的单位长度电感。 单位长度的电容还有就是它的反射系数。 z0是等于这个值。 z0告诉我们是60。 对不对? 然后电容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求电感。 β等于Omega更好LC。 β也告诉我们是5个radient per meter。 所以LC可以算出来。 它是5 over Omega。 5个radient per meter。 Omega是radient per second。 那这个求出来就是5乘10的-9之方。 法拉。 法拉。 这个这个。 不对。 这个单位不对了。 这个是法拉。 这个是Henry。 应该是Feral Henry per meter square。 这是Henry。 好。 现在我们要求L。 单位长度的电感。 我们就从A跟B两个式子里面。 你看。 A乘B。 A乘B。 C约掉了。 L就是。 乘起来就是L。 就是这个乘这个。 所以它是什么。 0.3个。 Micro Henry per meter。 这是Henry。 这Henry。 写错了。 C。 C。 就这个C。 就是B。 除上A。 这个除这个。 L消掉了。 C出来了。 它是等于83.3个。 Picrovera per meter。 反射系数。 我们先看这个负载端。 负载端。 它的电抗。 J。 这是10的九次方。 这刚刚算出来是这么多。 所以电容的熔炕是这个。 然后电阻呢。 告诉我们是100欧姆。 那这两个并连。 两个并连。 就是这个分之一。 加上这个分之一。 再倒数。 这算出来是39-J48.8个欧姆。 你有了这个就可以算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就是ZL-Z0。 ZL加Z0。 ZL是这个。 你现在这是直角形。 都画成直角形。 求出它的大小来。 这是用度来表示。 你可以画成Radiant的话。 这个写错了。 这是度。 这个应该是Radiant。 这也是度。 也是度。 因为272.64。 61度。 就是点6了。 它就是等于。 因为总共360度。 你可以算复角这个东西。 都是用度来表示。 这是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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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题目。 是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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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抗。 应该是这样。 因为你这样。 Z0在这里。 这是正的。 你负得跑到这边去了。 应该是正的。 Z0。 ZL。 FREQUENCY。 这是给我们的。 那我们要算它的。 input。 输入主抗。 input。 impedence。 它的公式是这个。 如果5号准传输线。 你这用Jβ。 Jβ。 那这个tangent。 Jβ就等于。 Jtangentβ。 所以都是一样。 好。 你这个式子里头。 你看。 ZL有了。 Z0有了。 Gamma不知道。 那你现在要求。 就是β不知道。 β是等于什么? 2π of lamina。 2πradian。 0.5个meter。 等于4π。 再一个。 radian parameter。 那现在都有了。 就可以带进去了。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Z'等于0。 这个是0。 0。 0的话这项就没有了。 那它就变成。 这个也没有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 50欧姆。 月的它就是这个。 Zi。 2π。 由于现场是四分之一。 是二分之一波长的4倍。 那这个4倍的话就是2m。 有半波长转换式。 半波长转换式就是。 你负债是多少? input就是多少? 我看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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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题目大概漏掉了一个什么。 因为现场它说是二分之一波长的四倍。 那就是两个波长。 两个波长。 我看它这个。 大概我题目漏掉了一个这个。 所以它的转换式就是这个。 你。 load impedance是多少? input impedance就是多少? 就是有二分之一半波长的变换式。 然后Z'等于0.05处的输入主抗。 那你就要算这个值。 4π。 4π。 radian per。 这个。 β是4π。 然后0.05。 0.2π。 radian。 就是什么? 就是36度。 tangent是36度。 0.73。 所以Z0这个带公式。 这个就是Zl。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是Jtangent的36度。 带进去。 带这个公式。 ok? Z0。 Z0。 然后J。 Zl。 Zl。 Zl是这个。 Tangent。 β。 0.73。 你把这个算出来。 你把这个算出来。 它原来是直角形的。 就把它变成极形。 然后除一除以后。 这就是它的大小。 这就是impedence的phase。 phase是这个东西。 0.3处也是一样。 你这个。 把0.3带进去。 是216度。 tangent216度。 0.73。 那跟partB是一样。 所以这个值。 跟这个值。 是一样的。 一样的。 跟这。 好。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有一段无耗笋传输线。 特性阻抗是50欧姆。 频率是25MHz。 传播速度是光速的80%。 具负载1.5米处。 输入阻抗是纯电阻。 去负载1.5米处。 在前面。 它的纯电阻。 只是这个。 丘。 负载阻抗。 反射习俗。 还有柱坡比。 那我们先算它的这个。 坡长。 知道光速了。 知道frequency。 知道这个。 它传播速度。 它传播速度是光速乘0.8。 80%。 这是25个MHz。 所以波长是9.6m。 然后就可以求beta。 beta是2pi over lamina。 所以这个就等于4.8分子pi。 radian per meter。 Z input1.5公尺处是0.4个Z0。 Z0就是它的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好。 我们现在求L。 我们知道Zi是这个式子。 然后是5号笋。 这个可以变成Jbeta。 所以这就变成beta。 这里多了个J。 OK。 好。 这个指导。 1.5米处。 0.4。 这是0.4。 然后你再把1.5米处带进去。 这个都是固定的。 Jbeta。 这个指。 那么它就等于Z0。 ZL加上J。 Z050。 Tangent。 BetaZ。 4分子。 4.8分子pi。 乘1.5。 这也乘1.5。 好。 它就等于Z0。 你把这个画一画。 OK。 Tangent。 Tangent的这个字。 你把它算出来。 是1.5了。 好。 然后再有Z0。 这个都算出来了。 它说等于0.4Z0。 这个是等于。 这个等于。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Zi。 在1.5米处是0.4个Z0。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Z0约条。 分子就等于这个字。 乘0.4。 你就可以把ZL求出来。 ZL是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 画成。 看你要怎么画。 你可以画成极形。 除一除再画回这个极角形也可以。 或者你就这里成一个它的complex conjugate。 这里成了complex conjugate。 直接画等于这个也可以。 好。 所以ZL是等于这个字。 负载主抗。 第一部分要我们求的。 第二个求反射习数。 反射习数。 反射习数的公式。 你把这个带进来。 Z0。 50欧姆。 算出来。 这画成极形。 除一除就变成这个。 这是反射习数。 反射习数知道了。 你就可以求它的主播比。 1加伽玛的绝对值就是0.54。 这个face这一项就不要了。 你这两个1.54被这个0.46来抽。 就3.48。 这就是它的反射习数。 好。